2018年印度尼西亚贾加杂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,男子篮球项目即将面临小组出现被压力,即便男篮赛况如此激烈,但是日本队却丢人丢到家。 在日本男篮与卡托尔男篮的比赛过后,四名日本男篮队员身穿队服前往贾加达之名红邓区进行一番娱乐。 最了解,四名日本队员与红邓区女郎一起外出就餐,直到深夜才赶回球队住处。 对于日本男篮自民汉将的行为,日本奥里会感到十分的愤怒,直接将维基的友记他姐、乔本他在左腾琢磨和金村加他开出出队,并且赶回日本进行进一步的处罚。 从日本男篮当前的状况来看,缺少八分类,渡边雄派,贝泽卡斯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影响,再次前往四名球员将严重摧毁球队的战术体系。 所以说,日本队想要亚军会小组出现显得非常艰难,除非要奇迹诞生,才能挺进下一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